国内新冠疫情新闻 当日市在顶礼拜因为COVID-19病毒感染 到门症急症急症的人数 累计有1659位人 毕竟一礼拜增加百分之三十倍 其中急症的人数仅是渐渐化 将各医疗医疗医疏的急症是欺貌貌 将其市政府为新疆在日前 就来公布五金急救在任病院的问证 法律民众一定要跟日常脆胺够好 当时要去治分流就医 如果不急急的需求 不能够到病院的急症来救证 一般关键宿民国 又来新冠疫情等着流行 在日七月中选后可能的进入更完期 有感到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健康 但是都遭到病院来急症 提出医疗医疗医疗负担超量 影响到医疗的进行运走 将其市政府为新局长廖宇伟 陈明皇 共同教会计这会 法律民众如果没有急急的医疗需求 可以得到运用精速 才是病院的问证来注意 民众如果有呼吸道的症状 记得赶快去看医生 那我要在这边提醒就是 我们的这个确诊的民众在上升 但是有很多人都跑到医院的急诊 导致医院的急诊现在在拥塞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 轻症请多到我们的这个诊所 或是运用这个医院的门诊 这样可以避免在急诊那边 就是大家拥塞在那边 反而会这个交叉感染 或是院内感染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请大家轻症多多分流到诊所 跟医院的门诊 那另外我们今天就是也要呼吁 就是大家进入比较高风险的地方 医院跟长照机构 还有到这个做这个大众运输的时候 请大家佩戴口罩 那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 跟医院进入协会理事长全民皇提出 并将逐个使用COVID-19快胎痊跌 业出荣誓 不用怕疼 就以后在家里得到休息 如果没必要就不要多吃 那是65岁以上的定位 有新的夫人朋友 和这事件有万象一般的高风险作战 可以划警告跟医院四十八斤 准备有催加控肺痛药物的合用医疗基格来就医 一般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可以在家先使用新冠肺炎的检测 检测完之后再就医 来医院诊所看病的时候 要记得要跟医师告知你检测的结果 看诊之后 然后请尽量在家休息 减少出入公共场所 记得戴口罩 减少病毒的传播 如果65岁以上的长者 或者产妇或者是孕妇 或者是有糖尿病 有长期疾病的高度危险的族群 记得要到我们本市有48家的新冠肺炎抗病毒用药的诊所机构来就诊 看诊的时候有需要口服抗病毒药的时候就可以使用抗病毒药 减少重症的发生跟死亡的危险 港医市政府的新疆表释 过来新冠疫情伺秀新闻 红阳年末六个月以上的孩子 青少年 还有新年人 爱广京到港医市 58件的COVID-19 以充社合佑医疗益所 来驻新冠XBB以充社 提醒自己的保护力 也价格当情和失望的风险 相关的主持人 应该到跟一起近乎 有新救的妄传来查顺 续心新闻 中定孙王主持人 跟一起 彩虹不得 一直加一气不吻 一起加一气不吻 来家才好玩 自为卡合宣 来家来家 干一家八分 喝酒喝酒 熊水也所在 地家地家 红边的游白 月影谈寻 归密谈心 森林只给打卡胜利 来家排放 都都没得 无边无际 来家排放你的家里 别问我为什么停下来 好吃好广又好拍 因为来家太好玩 一直加一气不吻 我的天哪是 我一直加一气不吻 我来家来,太好玩 我是 任何 往來這太好玩